一句长子如父,三十年辛苦付出 神秘女人出现,兄弟兵戎相见 父子恩怨,兄弟情愁,谁是谁非 长子难当,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苏省肃谦市肃城区人民法院 坐在原告位置的老人名叫卢怀之 坐在对面被告席上的是他的大儿子卢明春和四儿子卢明保 父亲卢怀之要求法院分割位于龙河镇的一处房产 然而这一举动却引起了大儿子的不满 原告就是说两个被告没有给原告这个房子住 作为家中长子的卢明春 对于父亲的举动却感到万分不解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纸诉状 老大卢明春显得异常愤怒 他说这处房子之前一直由自己一人占有 现在父亲就要将房子分为三份 父亲四弟和自己各得一份 他觉得这其中一定另有蹊跷 我认为这事情相当于说四弟和四弟举动了 现在目前就是他认为 这个原告和他的弟弟 也就是龙冰宝 他们俩人串通起来 想把他这个房产霸占 把他给挤住这个房子 我一直追着父亲 父亲跟他商量了 他就问我 你到底怎么商量 这不是偏向 他就整个提醒 他现在就拿我不是他儿子 他就是想灭了我 因为我是个单身 老大卢明春说 自己一直单身一人 而这套有争议的房子 此前都一直由自己一个人居住 父亲和四弟均各自另有房子 父子之间十几年相安无事 而现如今却突生变故 在老大卢明春看来 同样作为被告的四弟才是父亲起诉自己的真正幕后推手 也正是四弟试图与父亲联手霸占属于自己唯一的房子 对此老大卢明春对于房子的态度也是异常坚决 绝不嚷出半步 如果老大卢明春所说属实 父亲和弟弟都各自有房居住 为什么要联手算计老大卢明春呢 同样是自己的儿子 为何父亲偏要对老大如此刁难呢 老大卢明春说 争议的这处房屋是十几年前 自己和四弟父亲一起筹资所建 房子的归属早有定论 在我们这门口到处都说过 谁挣都不行 房子就是嫌我小娘子嘛 就是她的 大儿子呢 分开下来 有她什么东西 钱都她给我了 是黑给我了 比养钱 没有她我早早死过了 老大卢明春说 父亲此前一直对自己赞不绝口 一直声称房子应当归自己独有 然而如今父亲的态度却180度大转弯 今年下半年不知道怎么着都是 可能学会很多现在 面对父亲和四弟的指责 老大卢明春却并不否认 如妈父亲却有歧视 而这是因为自己对于父亲早就恨之入骨 恨我早都恨了 不是现在恨了 几十年前都恨了 所以跟你说实话在二十四五年 我那时候杀出没人 我就想给他杀了 杀了我想 他死了我也要死 我死了 我们家兄弟几个和我妈那时候好 就等一盘反反面管 老大卢明春说 自己对于父亲的恨早已有之 几十年也都这么过来了 然而现在自己心中更多的却是委屈 你起诉我 你说什么道理来 我哪个对不起 你没有完成的任务 我身为哥的 也没在你劝住一下 我自己尽力 我的能力也就是打工挣钱 我也没别的程度 也跟你维持到你自己 也有媳妇 都儿子都结婚了 房子都有住人 小孩子都十几岁了 现在你还转过来和你自己在那坑害我 说真的 这就都房间的互助等于白费 老大卢明春说 父亲从来不曾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家庭重任却由自己承担 这也正是自己如此憎恨父亲的原因所在 本来就不误证 他其实都靠我们供应 以前小的时候没有主张 赚钱全部都是老大 一手操作 因为他有章子 在那儿老大就是老大嘛 刚才苦的工挣 我们那时候我们家没人挣工挣 就我一个人 我爸一辈子没出过利 我妈也不行 我妈一出点利 他就开骂 他那脾气都不好 动不动都是打架 动不动就是打架 说真的 我那个时候那种生活 我也过过过 他从老大的角度来看 老大就认为这个父亲呢 没有做一个父亲的责任 家庭呢都由他一个人扛起来了 债务由他一个人还了 老大卢明春说 即便如此 自己对于之前的所有付出 仍旧无怨无悔 你不管谁管 那时候最小一个弟弟 那时候刚出生的时候 我爸 我妈一辈子还给你 后来我奶不让 都没给啥 后来我自己能打工的时候 可能我尽力维持吧 然而父亲卢怀之对此 却另有说法 老大卢明春说 在父亲的观念中 长子理应承担起和父亲一样的职责 为此长子如父这四个字 一直压在自己尖头三十多年 什么时候立我为太子 说我弄不了就废了我 其实我说真的 按照法律程序来说 我可以搞可以不 但是我爸说 我也尽力了 给他干到现在 也跟他维持到现在了 他们都结婚了 分开家了 自己过自己去了 老大卢明春说 自己为了这个家 五十多岁仍旧单身 也从未在父母身上 感受到丝毫家庭的温暖 因此兄弟之间的情谊 就成了自己在这世上 最温暖也是唯一的依靠 只要我在外面打工回来 我第一几天是给我弟弟买的糖果 那时候就能买的糖果吗 在外打工 其实有时候想 那兄弟我也挺好 来家总跟他们都玩得挺好 有人说拜手办了 干什么 反正找乐子 就对这个地形挺好 我感觉老大是蛮疼的 这有没有说吗 那就是20岁左右 那时候呢 是我亲弟子这么大便 我最在哪里 他跑哪地方都是 这样赢着我都给他背着回来 从来背着家里面 之后带他去买房买什么东西 有时候在外面带 哪里带一个苹果的信息 哪时候家里面一般 没钱买东西 有时候在外面呢 那会儿你看着你小弟弟 那么大人 特不可爱 特不可爱 我自己从小长得挺漂亮 还挺白的 然而在老大罗明春心中 就是这唯一的一丝温暖 也在不久之后 慢慢变得冰凉 结婚一个 我们家一般没有人关心我 我自己过年都就自己 弟弟们逐个成家 开始了各自的小家庭生活 一直支持着卢明春的那份兄弟情 也在慢慢冷却 随之而来的 还有自己对于孤独终老的那份恐惧 每当此时老大罗明春对于自己作为大哥的那份自豪和无悔 便荡然无存 对于父亲和四弟争夺房子的做法 老大罗明春始终无法理解 然而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 父亲和弟弟选择这样做的时机 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 最需要的时候 你是哪个高的房子 本来是油价油 我们这事也都现在 油价油 本来突然要准备抽 突然弄 松石来就没法弄 油价油到了 现在你身边的所有的人 除了他还有 他是我最亲没有电 卢明春说 就在他担心孤独终老之时 这个名叫李湘勇的女人出现 并改变了他的生活 然而 同时被改变的 还有父亲的弟弟 对于自己的态度 长子如父 老大卢明春说 这四个字从他成年起 就始终压在他的身上 一压就是三十年 而他也一直无怨无悔 自问对得起这四个字 现如今 年过五十的卢明春 将要面对孤独终老的凄凉 曾经的那份无悔 也开始变得纠结挣扎 自己的这几十年付出 真的值得吗 一段感情的出现 使得他现在重新燃起了 对生活的渴望 可是令他无论如何 都无法想到的是 就在自己筹划成家之际 喜出望外的他 迎来的不是祝福 反而是父亲的 一纸诉状 老大将要成家 这无论对做父亲的 还是做弟弟的来说 都应该是件好事啊 可是从父子俩的描述来看 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 诸身此案的法官 在走访了解之后 又会发现哪些事实真相呢 圆和陌生女人出现 父子如临大敌 他现在对于这女人 我感觉特别特别下重 肯定到处人们来 可疑身份 引得兄弟最终反目 我的女人的派脱 他们的手乱都带来的 当然当时就吵 一吵没这个人 实际上这种血 都是血 父子恩怨 兄弟情仇 究竟为何 长子难当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与父亲的四弟 满心愤怒的卢明春 一提起自己的未婚妻李湘勇 却立即露出满脸的幸福 我未婚妻可好 没关系 跟小孩一样 他就是不愿意说话 他心惨麻烦的 就是 他这个人嘛 处于那种内向 一般 鸡毛蒜皮的事情 他根本也不计较 他也不在乎 也不管那事情 他对你可好 可好 陆明春说 李湘勇是唯一一个 真正关心自己 对自己好的人 因此他也希望 两人能够相伴终老 然而不曾想 这个想法 就是如此遥不可及 春假现在 你这把房子的地上来的情况下 就上去 房子是注定去拿了 可是他要不要打电话来 你那不弄好 房子怎么办 他们好呢 是见证啊 有见证啊 等着房子 弄好就定 去年后再 那要是房子弄不好怎么办 弄不好 我们都在 在想那样高低 我们是跟他在一起 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都愿意跟他在一块 愿意跟他在一块 不做 没有房子 我不舒服 陆明春说 自己操劳几十年 终于有机会成家 却不想最终落得如此 然而 作为四季的陆明宝 却并不认可哥哥的说法 老大 你每一次 不愿意找对象 是干什么 我父亲都已经尽力 能借的借 能舍的舍 就把家庭用的东西 能舍就舍 你知道吧 为了这个家 都为你 为了让你成家 你就是什么 看力不好 都还经过自己选 选到最后 他还自己 什么也没了 老大 老四卢明宝说 大哥屡次相亲不成 他和父亲着急万分 然而 当大哥的亲事 真的有了眉目 父子二人反而措手不及 我也怕 我也怕 怕什么 真的 给你们那房带来 他们肯定过来 因为我太担心了 一年两年 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 马上 你多说到六十五岁 你就没有战争能力 也几盼 也得暂停 现在你对老大人 他还没关系 主要老大有一个人 女人对你们俩成家 就有能力 这女人 老大就敢说 回来 自己洗衣服 衣服洗好了 她睡在窗上 饭做好了 还得给碗 倒在窗上 捅个大事 我们俩确定这样扔了 你一一一 你那俩带着 对不对 信不信 就让老 我说你实话 就我们俩老大 有没有办法 也不算都没这样做过 行行行 还是等于新到老大了 老大找这女人 老四卢明宝说 大哥带回家的这个女人 四体不勤不说 还把大哥的积蓄挥霍一空 这让家人无比担心 然而大哥接下来的举动 却更加令人不安 这个对于你个人啊 未来生活 你是不想 对于我现在就是 当我现在留个女儿去了 带着女孩过来 就是就带一小孩 带小女孩了 带小女孩了 也十几岁了 老大是觉得 就是说自己也已经五十多岁了 这个带着 带着一个女人 可能以后得生育子女啊 可能就是说 你必定有能力 再生育一个子女 既是有能力 也必定能把它抚养成人 我说你练养家 我必须给点赶 因为我都值这一小孩 我这小孩能不能生 但是不能生 带来的小孩 直往下 以后跟你练养家 那我一直练养家 这东西是啥的 我必须这时间得猜听 其实这个家伙 扛了几十年了 我还挺累 我现在找个自己 找个窝吞 那又没活在 人家孩子带来 当自己孩子养 我办 然而 对于大哥的做法 老师卢明宝和父亲的态度 却异常决绝 要是他说这话 可以 他愿意养 他就养 如果他养了 贵贵 你这个小女孩不认他了 那我们也就自然就不认他了 肯定闹出人们来 老大 卢明春 想要将房子 留给别人家的女儿 这样的做法 着实让他的父亲和弟弟 无法理解和接受 然而 从卢明春的处境来看 严不忽实的他 面对可能 老无所依的窘境 这样做 也实属无奈 然而 既然如此 父亲和弟弟的做法 也有些让人无法理解 从他们的口中 我们得知 卢明春 找的这个女人 无非就是懒了一点 还带了和别人所生的孩子 这也不至于 使父子两个人 如此抗拒 怎么又至于 到了要闹出人命的地步 可以看出 父子二人担心的问题 应该不止如此 那么真正 让父子二人 担心不已的问题 还有什么呢 老四卢明宝说 面对家人的劝阻 大哥始终不以为然 一意孤行 最终一场猝不及防的家庭战争爆发了 中嘛 那那那两天天不挺热的嘛 后来我就去前面 以前我们家东西都都都在那嘛 忙死里西游来了 就揣 一个斤的揣 也不喊 我呢 我到那也没跟他说话 我也没讲话 我呢 吃到枪 那个架势进来了 看到弟妹闯进自己的房子 如入无人之境 并且对自己的未婚妻视而不见 老大龙明春怒火中烧 几句不和 便和弟妹推丧起来 他一骂呢 他又就打了 他没打到我 他从外边拿了一把铁锹 铁锹进来的 手背也不是哪个地方碰着我那个铁锹 我手一沉下了 他也砍上 那当时我一看熟 那肉 有一块熟面那个肉 真的换过来了 当时我真心疼 我气着 我当时也气了 我拿了个铁锹 他也后来拿了一把铁锹 那一消息 通常就是在这里 没有锹把 当时现在就 脑脑袋的铁锹 我 是我 属里 梦里都是在这里 这种血 都是血 都是血 我们院子里边 你有自来水 通常都可以通到血 对 对 那时候也非常生气 也是整气的 用劲是蛮用劲的 眼前兄弟二人 就要闹出人命 村民们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不曾想 却就此揭开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隐情 就这派人说过来 问了女人 你叫什么 人说叫李 个人说叫李纳 我那人派人说 他们手段都带来 当然当时就差 你差没有这个人 人说那时候 我少了 我这个山东 把你说 少了 闺女人问他 你姓吗 他我姓李 说你父亲叫 你说你父亲姓吗 他我 他让父亲姓王 人命的 拿自己乱说的 什么说的 这里 这里没有办法做事 后来没有办法 把他带 带他回去了 面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父子二人 几经打经之后 得到了一个 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 他本庄人 那个女子 那什么人家 说这个女的 给他老公 三万块钱 凑买黄子 到底这么离没离婚 很难说 听谁说 那没有 离婚说 那是正义 所以我听到这点 我更害怕 我怕我老大 给我那份 给他 肯定是变 村里的传言 仿佛验证了 父子二人 对于这个女人的 所有猜疑 这其中 最无法接受的 交属老四的妻子了 我现在 我来这十八年 我这 我没画过他家 一毛钱 我什么也没 但是这里面 有处备 什么都是我们家 有我们家一份 但是我不能让这个 钱也被人骗去了 东西也被人骗走了 房子也被人骗走了 等于我们家 什么也没有了 骗了以后 他自己生活怎么办 他现在都五十多岁了 还能哭几天钱 老四夫妇说 这处房子自己也有投资 之所以多年来 一直相安无事 就是念及哥哥的恩情 如今眼见 都要落入外人之手 一家人无法接受 都倒霉 绝对都倒霉 那不是 他真正把这房子搞没了 他兄弟俩都没有关系 人家都搁了搁了 人家把我那份 都全部够 面对地区的担心 老大罗明春 却另有解释 那时候 还没有离婚 到那时候 他那个 小孩爸爸 带一个人 给他已经生儿了 他的手续 直到今年年轻 也在办历所 直到现在 好像因为 损放了 事情 很没亲自 他现在对于这女人 我感觉 特别特别下重心 在你那时候 叫他上 说他21 他都已说他21 就因为这个女的跟他过 让我 让我心疼 他真的想跟你过日子 他跟你回来 跟你共同赚钱 共同来 成年来家 你现在不是来建家 你是来想钱 然而对此 老大罗明春 却另有想法 靠兄弟靠不住了 绝对靠不住了 人家兄弟 是有这份心 他喜悟不一定 这还有 他孩子接来 就算他兄弟 你媳妇真的人 毕竟然不说话 他 儿媳妇不一定成 这个家庭 可能要来 那些地方弄出 我只有起诉 把一个家庭分开来 在老四和父亲的眼里 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没有离婚 不懂得过日子 更为可怕的是 连她的名字 甚至可能都是假的 这还让人 如何能够相信呢 但是话说回来 无论老大选择 什么样的人 共同生活 其实都是他自己的权利 其他人不应该干涉 但是建房时 老四和父亲 确实都出过资 所以父子二人 怀疑这个女人 并且努力维护 家庭财产的举动 也合情合理 况且 父子二人 也确实是真心 为卢明春的未来担心 然而对于老大 卢明春来说 多年的孤独 使得他在遇到 李湘勇这样一个女人的时候 做出的决定 显得有些义无反顾 可回过头来想想 老大卢明春 要想不孤独终老 除了如此孤注一掷 他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 老四对兄弟的担忧 对李湘勇的怀疑 加上对财产的顾虑 加上老大对未来的忧虑 对兄弟的失望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 最终促成了父子兄弟 对不公堂的局面 面对这样的父子兄弟 我们负责审理办案的法官们 又该如何是好的 房产归属扑朔迷离 现在我要了 我毕竟现在那房子 有我的一份 我现在就想要了 我的那一份 兄弟情意何去何从 那时候我再去 我老老最拖 陌路亲情如何弥合 长子难当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面对这起复杂的案件 逐审此案的藏法官决定 首先理清本案的法律关系 因为这个土地 宅基地使用权没有明确 所以这个土地上面的房屋 所有权也无化了明确 所以我们就是 他既然原告来分这个房产 他们可能认为分财产 但是我们法院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只能给他分实用权 在落实了房屋的 全属情况后 赵法官进一步 向双方当事人了解 当时建设房屋时 各自的出资情况 有老大 啊 啊 不信我 人都在一起 像老大跟二 老二跟老三个 人家都分出去 那人也分出去 不在一起什么 大概出钱怎么出的 是到底是这个 是帐築建的 都是就是 他我动物都是共同出资的 这些钱物啊 都是赚的 什么都是共同出资的 他也承认 使用权 其实是按照 他们出资的情况 和共同生活的情况 来确立 在确认了房屋的出资情况后 赵法官进一步确认 当时分家时 兄弟几个的安排 当时问呢 是怎么一开始 这两件是我的 那一件跟东屋一件是 还叫老后的干嘛 来的 分家结果就是那个 唐 就是现在的唐屋 东面两件屋 由这个被告 卢明春使用 唐屋的西间一间 加上前屋的北面一间 是由这个被告卢明宝 和当时他的媳妇使用 然后那个前 这个东屋的南面两件屋 是当时这个远杠 和他的家属使用 就当时他们分家情况 就是这样 现在关于房屋的所属情况 负责实力此案的 赃法官已经调查清楚 然而摆在赃法官面前的 除了如何合理的分配房产 更重要的还有 如何弥合兄弟两个的感情 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 我们的法官又该如何处理呢 在了解清楚本案的法律关系后 赃法官决定 首先尝试对本案进行庭前调解 不曾想 父子三人在法庭坐定 才刚说几句 老大卢明春就显得有些失控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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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个 远杠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远杠的原因 就是为了让我不再解决 他听说我老婆这么久病 他到处晃空 可以看出对于父亲和四弟 联手将自己告上法庭 阻挠自己成婚一事 老大卢明春仍旧无法接受 对此 赃法官尝试 唤起埋藏于兄弟心中的那份情谊 你为什么就说小孩不来住民房子大餐 因为孩子下一辈他是亲买的 他有的事情他根本就不明白 不知道 孩子我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伤害 他老的对想跟我父亲这样合伙干 我不能对我小孩对不起 他是老师家小孩吗 无论是小孩必定是我侄子 跟我们有学员关系 老师想和你忙 这老师家孩子住进去 有没有什么人让他住进去 我肯定让他住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侄子 家庭纠纷 不是说买卖啊 民进几代 用那个条件框框去把它规制好 这个最好呢 用家庭亲戚去改化他们 也尽量减少矛盾 促进他们这个家庭和谐 也减少就是说我们其他的程序 现在我要了 我毕竟现在的房子有我的一份 我现在就想要了我的那一份 房子根本不可能有一份 分家是怎么分的 后来这样做 反正由他做了 他现在不出头 反正我当时要携手续 他说没事 我跟你做证 他敢 到现在不行了 传票没到之前 还有黄证 给我黄证员闷了 什么都是他的 现在什么什么没有 什么证员闷了 所有人正现在是不敢证 但是被那个女人 我说 他现在有什么 被这个 他一个进压宿 再一个 奔方去娱乐部罐 迟到他没用 骗人没骗着 你以前都是我挣的 他奔方就没骗钱 他跟我打工人也挣钱 你不管 你管他人家 什么 他人是不要 你就不是因为这一年合伙干我吗 有人在 是合伙干 反正我要就这么样 你别跟我说太多 说 不要在人面前说人话 都背里说鬼话 没用 可以看出 老四媳妇和父亲担心的事情 仍旧是家产脉络 而老大对此依旧愤愤不平 对此张法官感到 本案并不是没有调节的可能 调节是最好的 老大呢 还是顾及这个兄弟感情 希望就是说 无论房屋情况什么样 老四进来怎么使用 他都没有意见 老四的协会是不是跟老大也发生了矛盾 导致老四跟老大的兄弟感情呢 比以前要淡一点 但是本案诉讼当下难 我觉得兄弟俩情谊还是在 鉴于张法官对于本案的判断 张法官决定 首先尝试将自己的调解方案 向兄弟两个说明 当时我心里想 老大出自的情况不是多吗 当然前屋是由他自己所出自建的 这由原告认可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认定下来 就是说前屋归老大所有 等于就把堂物分割开了 然后堂物就由原告卢怀之和被告卢明宝去使用 因为原告卢怀之和被告卢明宝 他们俩之间没有毛 按照张法官的意见 正义房屋共九间的使用权 按照父子三人各自出资情况分为三份 父子三人各得三间 由于没有获得房屋产权 父子三人在确定使用权后 共同到相关部门办理产权手续 在产权手续办妥后 方可确认房屋所有权 进而达成经济上的置换 借此解决后顾之忧 对此父子三人均表示同意 12场财务那时候吧 我跟他出去买猪 到台北去买猪 那时候我刚学习汽车 刚学习汽车子 骑那个老师那个杨哥吧 就那种打的 当时气累了 去的时候气去了 回来的时候气打的累了嘛 那跟他刚说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事啊 就那一次我倒了 他就连我人的车子 都放在他们小班车上 他就把他们骑的飞行车上 给我拉下来 那时候我再去 我拉到这头 因为现在老大就室友太大了 我也不想 我还是想 也是想控制一下 能攒那钱 不然是以后能找到对象 我可能都会经历 从老四的话语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心里 自己小时候和大哥 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 依旧历历在目 在他心里 大哥仍旧还是那个大哥 这就如同大哥仍旧会 时不时地想起 弟弟小时候的事情 同样也会露出会心一笑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 兄弟之间的情谊 其实一直都各自深埋于心里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对于各自小家庭的私心 对于各自未来的考虑 对于家庭新成员的不信任等等 将那份原本温暖的情谊 埋藏了起来 当我们逐渐成年 奔波于生活的琐碎之中 生命之初的那份美好 很容易被逐渐淡忘 而对于卢家兄弟来说 能够重拾这份美好 并且开始新的生活 对谁 无疑都将是最好的结局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